今日,韩国国民日报发布了一篇,关于北朝鲜人的生活情况的报道,报道以一名朝鲜市民的一万为标题,我不喜欢日本,为什么要去旅行?这引起了韩国国内的热议。 朝鲜,对于这篇报道,许多韩国的网友表示讨厌日本,也不去旅行,也不使用日本产品,北韩人的反应比韩国人更深刻,事实上,日本是韩国人最常去旅游的国家之一,对此,韩国网友纷纷表示,韩国和日本哪里都大同小异,确实没有太多可以旅游的地方,虽然想去海外, 但是没有时间和金钱,在中国需要签证,语言也很难,所以能去的只有日本,如果能去北朝鲜的话,可选择的选项会增加,如果北朝鲜的旅行自由化就好了,也有这样的意见,在日本媒体报道之后,日本网友直接被韩国的言论启诈了,又日本网友表示,白天喊着反日,晚上喝着日本啤酒, 对于只有普通之力的人来说,心理和身体是不可能协调的,日本网友评论,日本网友评论,也有网友调侃,反过来想问一下问题吧,朝鲜明明是反美国,为什么总是打篮球,或者用日本制的照相机,因为将军是在日的孩子,啊,啊,那是秘密吗? 日本网友评论,更由日本网友直接表示,被韩国人喜欢有好处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